我们之前为您介绍过Clean Power SF 旧金山绿色电力计划 如果计划实施 旧金山的电力用户会自动加入该计划 电费将上涨 民众对于该计划有何看法呢 今天的环保专题 梁秋玉要带大家来了解 Clean Power SF 旧金山绿色电力计划 目的是为旧金山电力用户 提供百分百可再生能源 不过用户的电费账单 可能每月至少要增加7美元 如果计划实施 用户就要在清洁能源与电费开支 两者间做出选择 到底大家对这个计划有何看法呢 我们一块去听听 Clean Power SF 旧金山绿色电力计划 旧金山电力用户提供百分百可再生能源 与目前只提供16% 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公司PG&E竞争 如果计划实施 旧金山约有23万电力用户 自动加入该计划 打算继续使用PG&E的用户 在四个月内 有四次机会选择退出 如果用户在规定限期之后退出 可能要支付5美元退出费 此外 根据用电量多少 用户每月的电费账单 也会增加7到50美元不等 有旧金山市民出于经济考量 不会选择加入 当然要省钱的为止 由你来说经济是最重要的 当然啦 我为清洁能源 但清洁能源也必须价格 所以我希望它不必要价格 比较高 也有人认为清洁能源 对环境和健康都有好处 不介意多付一点 它会更加价格 但它也会保障你 在其他地方的新增 100%新增 不会在夜晚的活动 但我们必须在这一方向 也有市民持观望态度 增加了那些钱 是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给回相应的服务 这样 就是会先 就是先看一下先 就不会转住 当局估计 约有7万5千用户 不会选择退出 旧金山绿色电力计划 负责实施该计划的 旧金山水利局 将与北美Shell能源公司 签署四年半合约 购买可再生能源 合约中还包括15万元解约金 如果计划失败 没有足够用户加入 就意味着要提前与市要解约 水利局表示 会按照剩下的合约期 支付相应的解约金 如果旧金山绿色电力计划 获得市议会投票通过 最快可能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 旧金山水利局 届时会向市内电力用户 寄出相关通知书 想选择退出的用户 到时要留意查看 我是梁秋玉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保专题 继续浇竹